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大師大王小恆 今天是11月8號禮拜五 洪老師祝大家中國教習愉快 那這個禮拜啊因為美國大選 以及聯準會的會議 所以這每天漲 每天都漲個一兩百點一兩百點 那這禮拜等於是大漲 大漲 那剛剛盤後台積電出來 月營收超過三千億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 那就像我昨天跟你講 這個盤多方勝出 那聯準會早上也開了例行會議 那確定降息嘛 那基準率來到4.5至4.75 那你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媒體都在問他說他會不會下台啊 因為川普執政了嘛對不對 那個明年1月20號他執政 結果他說他不下台 那就 我是覺得他也蠻厲害的 居然敢直接嗆不下台 到時候我們就來看嘛 那12月份 聯準會還要再開一次會啦 基本上 可能就不會降息了 因為現在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來到4.42 喔 那你基準利率才4.5嘛 那 降息的機率就可能就越來越小了 所以大家市場開始去調整這個東西啊 那調整到底是往上調整啊往下調整 觀眾朋友你自己要睜大眼睛看 自己要睜大眼睛看 那可以確定就是 今天我看完這個盤啊 不看台積電 喔 那其他股票其實狀況都不是很好 因為 丑媳婦見公婆嘛 這個 10月份人已經說要先公告 然後第三季的財報又要公告 很多出來啊 一開盤就鎖 鎖跌停 甚至打到跌停 那你自己要小心一點啊 那今天又漲了145點 那恭喜你 台積電營收是報息的 這沒問題啦 但是3000多億啊 因為他之前把所有跟 大家報告說第三季要給 廠商 增加8% 漲價至少平均8% 所以 這營收報息是應該的 因為 第三季就是上個月也是第三季嘛 那指數這邊就 比較失真啊 就一漲難點 因為都被台積電拖著走嘛 都被台積電拖著走 那你說老師他昨天 台積電ADR才漲2% 聯電ADR漲了3 台積電是漲4% 那聯電是漲了3% 為什麼聯電今天開高走低 我就跟你講 昨天我已經講了 那個走空的股票 他跌很深之後 發現他 財報還不錯 他會反彈 昨天聯電是大漲 今天是開高走低了 為什麼漲不上去 那除了說他是反彈之外 我昨天就跟你講嘛 你要去看他跟ADR之間的 折價還是溢價 基本上 聯電的ADR的 ADR這邊喔 比較 貼近我們台灣這邊市場價 所以外資這邊我看也是 開高也是在那邊賣 一定是賣他的 台積電他價差就比較大 所以溢價都是 15%以上 那有時候是牽涉要轉換的問題 那台子 期貨這邊喔 期貨這邊我稍微點一下 這邊 持續在軋空喔 那外資昨天來到了波段的 歷史水位的高點喔 還是被一路壓著打喔 今天期貨還是漲200多點喔 盤頭還在大漲喔 所以 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外資是一路被壓著打 反正越中間結算了嘛 那到時候看他會不會耍賤的 突然來個 耍一個陰招一開盤又 起子跌0百萬什麼 這不一定啦 所以我們大家就要睜大眼睛看啦 會不會 他來惡搞 因為他這邊輸很多嘛 輸很多 從上個禮拜五到今天喔 被咬了1500點 咬1500點 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啦 被咬了1500點 4萬多口不知道輸多少錢 我是不知道啊 你要去算一下 有些人他 計算能力不好 我是計算機不會用 這蠻可憐的 所以你要注意看喔 到時候他會不會翻臉 會不會翻臉 因為這禮拜 這禮拜每天都漲 不用看嘛 你看今天K線收黑對不對 可是他是每天都漲 每天都漲100多點 100多點100多點 200多點 100多點 所以我跟你講 都是漲 最晚禮拜一啦 所有11月 10月份的營收都要公告 那有些 他現在出來的 營收 非常糟糕 那集中在 有些特定的類股 要小心一點 比如說我講平概股 平概股 他有問題就是 你看大力光 大力光以前是股王 他上個月營收 都早就公布了 是瓶瓶 瓶瓶 可是二線的 郁金光就很慘 二線的郁金光就大減 已經被 砍訂單了你知道嗎 郁金光很久沒有人講他了啦 之前這邊拉起來說他什麼的 也跨入車用 車輪 車輪 車輪老師的啦 他早就跌破年線了 這條是年線 我跟你講他也是走空了啦 他走空了啦 3008的大力光這個早就走空了嘛 有啊有反彈啊 財報不錯嘛反彈 又下來 又下來 那這你就要小心 你像 6669的台俊 這是平概股吧 一開盤差點跌停啦 這是重挫嘛 昨天你還大漲呢 今天財報一出來 就崩掉啦破底啦 這年線在這邊早就走空 這種股票早就走空了 所以你要很小心 說老師 鴻海是平概股 我說平 那個鴻海現在 他什麼都有 他網通啦什麼 電動車啊他也都有 所以鴻海不算是100%的平概股 我指的是平概股是那種 專門在接蘋果訂單的 那你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像唐俊 台俊這樣子 根本沒什麼好跑的啊 開盤就死掉了 開盤就死掉了 而且還破底 那這種股票的話 你除了要優先汰換他之外 你還要 甚至你要做空 才有辦法賺到他的錢 甚至你要做空才有辦法賺到他的錢 就很簡單 你甚至要做空才有辦法賺到他的錢 那你自己 自己要選邊站啦不是說什麼什麼 啊老師他今天光環漲平板要不要去追啊怎麼樣 其他籌碼被收走了 那有時候他跟籌碼的問題 對不對 新的東家進來入股多少錢你可以去查 人家股票會收走之後就 只要有一有好消息股票就往上跳 但是籌碼亂了股票你如果 一個不小心他 他就崩掉了 你像昨天 這兩天那個南亞科的反彈嘛 昨天南亞科大漲 今天就大跌啦 又跌啦 又跌啦 他就是 破低之後反彈 破低之後反彈 破低他會反彈 我跟你講他會反彈 可是他絕對不會回到75塊給你解套 他不會回去75塊給你解套啦 你懂我意思喔 那這種股票的話 你要 洪老師講他的好話 這老師也說不出去 所以有些股票掉下來了 你就不要去碰 你像今天 矽晶圓 中美金大漲 對不對 昨天就已經收繳嘛 昨天是破底後收繳嘛 有人知道已經收跟獲利了嘛 6488的環球金也是嘛 破底之後反彈嘛 那破底之後反彈 這不是跟這邊一樣嗎 創低之後反彈 創低反彈 反彈 這邊會反彈啊 反彈完之後呢 因為他本身產業的問題 他籌碼早就人家早就跑啦 這明顯啊 你事後來看 你站在這邊來看 這邊是高點 這邊 這邊是低點 比這邊低的叫低點 那未來如果還有更低的呢 那你怎麼辦 所以趁漲上來的時候你要調整 你要去調整腳步 那有些股票是往下跌 我再次跟你講喔 那有些股票往下跌 不是所有股票往下跌 我跟一直跟你講說矽光子還在這邊 還在還在往上走而已 還沒有啦 你不要去空他們 空了吃力不討好 那 有些股票還在做夢 你就讓他繼續把面 夢 編更大一點 做夢做更誇張一點 到時候泡沫破的時候 他一下子就下來啦 這股 這個環球經驗是好股票 他要下來很快啊 也是一下子就下來了 對不對 你說雙紅有漲 雙紅在下來的時候也是很快 他一次下來就是 100多塊 200多塊這樣在下來的 這樣下來是50% 他會反彈 反彈就照規矩來 就是差不多就是4成 4成至5成 4成反彈完之後這邊你要小心的是 這邊是不是下一波起跌的高點 你要去算這個 不是在跟我討論說明天還沒機會有高點 為什麼 什麼的 其實那個 股票操作有固定的 套路在 就像我前幾天我在LINE上面有 有舉辦一個抽獎活動我說 你知道為什麼 世界先進 148跌到 這一波88.8會止跌 為什麼 他這邊確定是高點之後我就已經跟你講是88.8了 一毛不差 為什麼 打六折嘛 剛剛好 88.8 他就剛好出現88.8 這跟他年初的時候半現金真是88塊 根本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叫保來 這種股票169億他叫保來喔 他就是跟著 跟著業內操作的習慣在走 最高點 打六折 買在高點的融資 全部斷頭 斷頭之後 股票全部接走在這邊試圖 試圖打底而已 不見得會打底成功 試圖打底 那 這就是給你一個操作經驗的分享 不然我看節目幹嘛 對不對我自己做都比 搞不好比洪老師更厲害對不對 好棒棒喔 每個人都買台積電 有些股票我跟你講走空了 你不知道怎麼知道 你自己要特別注意一下 下禮拜你要特別注意喔 我還是覺得 你不要小看城市交易的威力 外資只要一出手 他現在被嘎嘛對不對 我剛剛跟你講 這一波從上個禮拜五嘎到今天 1500點 你要小心的是城市交易的力量 他只要一出手 散戶一定跑不掉 一個都跑不掉 只要你跟他是站 對方的 你一定來不及 因為下膽一定比他慢 他一定是城市化 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已經 外資這邊 已經處理完 債市跟會市 現在要動手 是全球的 股票市場 下禮拜才是好戲上場 祝你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一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下週一見